我对他恨之物 我让你说 我让你说 上期节目我预告了 蓬佩奥汉华中国人民的第二集上线 美国之音在第一时间就转载了讲话视频 请各位网友一部美国之音中文网观看 上期节目的头条 我们还对中国政变的留言进行了追根溯源 昨天就来了个水落石出 看来习近平隐身了11天终于现身了 路透社发推报道 习近平自中亚执行以来首次在北京公开露面 在央视报道中可以看到 习近平在参观奋进新时代展览时 对政治局常委及在京的副国级官员训导师的讲话镜头 说明定于一尊的领袖地位并没有变化 他的付出证实了 留言就是谣言 而另一位因为反对习近平的泼墨女孩 至今杳无音信 人间蒸发 相信大家还记得 在2018年7月4日 一位湖南女孩董瑶琼 在上海把墨水泼到了习近平的画像上 并喊出了反对习近平暴政的口号 他当天就被逮捕 之后被关入了精神病院好几次 现在他的下落不明 人间蒸发 更可怕的是他的父亲董建彪 一位一直试图解救女儿的爸爸 上周在监狱里暴毙身亡 首先我们来看看 自香港自由新闻提供的 董瑶琼泼墨水的视频 人权活动家 释放张展活动发起人 王建红整理了董瑶琼泼墨后这对父女所经历的恋狱般的时间线 2018年7月13日 董瑶琼泼墨后被失踪第十天 父亲董建彪在视频中双手颤抖拿着身份证对上海公安局说 我现在有个请求 我要知道我女儿 现在的情况 就是 死要见识 现在 有十天了 十天时间我不见过女儿 有个人说已经失踪了 现在我们 公安局你不是合社会 你要告诉我 距离的 放在哪里 2018年7月16号 董瑶琼被上海警方送回湖南老家 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 2018年8月1号 董建彪到该院探望女儿 发声明 我不相信我女儿董瑶琼患有精神病 要求见我女儿 一年多后 2019年11月19号 董瑶琼出院 被送到优县桃水镇母亲处 2020年1月2号 董建彪见到女儿脸部浮肿 身材也胖了很多 基本不说话 似有痴呆症状 与以前判若两人 曾被强迫吃药 2020年9月 维群网发文 董瑶琼父亲近日披露了女儿的境况 董瑶琼5月起被株洲三医院关押 近两个月后出院 这次被释放 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 痴呆发傻 反应迟缓不说 有时候小编湿紧 都不知道换裤 夜晚有时候疯狂喊叫 尤其是下雨打雷时候 疯狂尖叫 不叫任何人靠近 令人十分痛苦 而且董瑶琼有可能再次被抓捕 关进精神病院 2020年11月30号 董瑶琼在推特上传视频 强调自己没有精神病 并指控他第二次离开精神病院后 被安排到政府上班 遭到严密监控 他还说 他已无法忍受这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2021年1月28号 董瑶琼推文中 透露他的父亲董建彪 受千年遭报复 数次出意外 他说 我被习近平的狗腿子 滋饶得咽不下一口恶气 他们把我爸爸整的几次 差点丧命 我爸爸出过几次意外事故 你们知道吗 都是习近平整的 2021年2月6号 董瑶琼第三次被关进精神病院 2022年9月24号 董瑶琼的堂兄电话中透露 是他母亲配合国宝 把董瑶琼送进珠洲精神病院的 因为董瑶琼的爸爸 为女儿被送精神病医院 与他的妈妈发生矛盾 2021年2月12号 携带汽油威胁烧董母的房子 被判刑三年 家属有两年多 没有见过董瑶琼了 不知道他在哪里 2022年9月24号 陈思明发推说 24号上午10点多 董瑶琼的堂哥来电话 说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 昨天惨死在监狱 亲属在停尸房看见了尸体 全体有伤 肛门出血 国宝说五天之内火化 陈思明发出此消息后 很快就被带走 2022年9月24号 在国宝被迫下 董建彪的儿子 也就是董瑶琼的弟弟 签字 遗体当天被火化 2022年9月26号 湖南公民陈思明 被处于15天行政拘留 另一公民胡建略 在通往董建彪葬礼的路上失联 董建彪生于1967年5月6日 逝于2022年9月23日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 去顶替我女儿负刑 我是他爸爸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是董爸爸在女儿被抓后说的话 一个善良的父亲 面对专政机器所能做的一切 就是试图用生命 去换回女儿鲜花般的生命 董瑶琼在泼墨的那一刻 知道自己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他做了 董建彪知道 以命换命来解救女儿 无疑是以卵击石 然而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做了 有句古训 为人抱心者 不可使其洞壁于风雪 我希望 这对妇女所付出的代价 不要成为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在这里祝董建彪先生安息 天堂里没有监狱 我希望今天留言的观众朋友们 请在你们留言的开始 为董爸爸点亮一枚蜡烛 习近平想超越美国 称霸世界的野心 大家都知道 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也是明显地往那个方向努力 有人担心 习近平连任后 只会加倍这方面的行动 不过 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 最近做出分析表示 习近平继续当国家领导 反而会帮助美国 大西洋月刊的官方账号 发了一篇提名为 中国的错误是美国的收获的文章 文章中写 习近平连任几乎肯定意味着 又将有五年多的超级大国竞争 甚至对抗 这就是传统的想法 但也许华盛顿应该高兴看到他连任 习近平肯定打算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但他可能没有让中国做好准备 来实现这个目标 他的政策的实际结果表明 他实际上没有在加强中国 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反而他正在削弱中国 习近平执掌中国的时间越长 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越低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得很糟糕 包括经济急剧放缓 领导层已经放弃了 实现其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增长目标 习近平多多逼人的外交政策 疏远了世界上大多数大国 并吓坏了中国在亚洲的邻国 习近平的许多被受瞩目的政府举措 都因浪费和管理不善而受到损害 习近平称之为不可避免的中国崛起 因为他的统治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在过去五年 美国的党派四分五裂 再加上社会混乱中 导致美国的全球力量 可能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习近平本可以利用这种混乱 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相反 为回应习近平的好战 美国官员们感到 有必要在各个方面与中国抗衡 包括外交 经济 技术 军事和意识形态 习近平的行动 不仅让美国振作了起来 而且该国在某些方面 也提高了他的全球地位 曾经承受严重压力的 全球美国盟友关系 现在可以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习近平希望以推翻美国的身份 载入中国实测 相反 他最终可能成为 帮助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人 虽然嘴上习近平把美国说为敌人 不过他对待自己国家人民的手段 才想真正对待丑人的方式 而且 就像文章中所提到的 这些行动也导致了 中国经济的下滑 各位观众朋友们 对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说到折磨人民 国内最近网上最火爆的新闻之一 就是前几天在沙尾发生的人民抗议 首先让我们从一位 住在附近的外国人的视角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 住在深圳的作家 Daniel Camilo在9月26号发推说 今晚在深圳沙尾出现了真正意义和抗议的激烈场面 该地区被封锁 许多居民决定出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深圳人累了 烦躁了 受够了 处于集体崩溃的封口浪尖 在网上 人民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 甚至提到跟伊朗的抗议风潮对比 深圳的民众普遍对2022年大部分时间实施的清零封锁感到非常愤怒 就个人而言 今年在这里跟我谈过话的每个中国人都在抱怨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微博上与深圳沙尾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敏感内容 正在被实施主动审查 也就是说 删除 虽然如此 微博上的人们依然公开和挑衅地谈论被删除的内容 是的 昨晚发生了真正的抗议 甚至是肢体暴力和对抗 一些显示他的视频可以在这个系列推文的一些回复中找到 当然 你也可以在网上其他地方简单地搜索和找到他们 在中国网络 这些视频已经被禁掉了 不过还好 美国媒体保留了这些视频 包括网络媒体中国悲剧档案 他的推文说 9月26日晚上 深圳市福田区沙尾村一个月封控两次 打工人反抗了 今晚10点 地铁不敢停沙尾站 警察打人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当场的一些视频 开出这么多人去天下老百姓 这是今天 怎么办 不欢迎来 站影 优优独播 daha 叫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看完视频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请写到评论区里 推特网友们说 我很惊讶更大的冲突还没有爆发 有了这些疯狂的集中营市封锁 即使是最温顺的人也会反抗 这是不人道德行为 还有网友报道说 也只有外网才能看到视频了 国内全部被和谐 最后这位网友说 政府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和政责 迎合上面的一刀切政策 不管老百姓死活 不管民意 没有执法约束 肆意暴力镇压在中国很普遍 老百姓被奴隶化了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张鸿良说 看完真是笑中含泪 喜剧的内核都是悲剧 只有生活在中国大陆 你才能体会得到 网友Jay Lin许 讽刺地回应了战狼骂美国的视频说 好喜欢这几个发言人 一脸不屑 满眼鄙视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呀 如果以后看不到他们了 我还会很怀念这些经典片段的 很赞这位网友说的反话 有时候一些不好的记忆也值得怀念 因为在你可以怀念它的时候 这也会代表坏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网友陈建阳回应了中国政变的谣言说 传闻这么凶 是国内人民的民心所愿 网友我是谁忘了说 有时候谣言也是一种力量 我觉得这两位网友说的很正确 这谣言的扩散代表 大众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这种欲望 而通常先有欲望 才能有实际的行动和改变 节目的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转发这条视频的推文说 网传黑龙江 由于被封控民众 没有经过他们允许就购买大米 他们从中没落着好处 他们便以疫情防控为由 强制倒进了垃圾桶 好了 嘎吧 到 哎呦 这刀给追回 能能行吗 销毁啊 外面来的东西全部销毁 全部冷掉 全部销毁 全部销毁啊 到啊 直接就倒 对 这个发现击漏了 好冷 鸡蛋拽碎 拽碎 搁这儿拽碎 搁这干出来 上我这儿拽了 先拽碎 好 倒 倒出来 往里倒 看完这些视频 我终于了解了 为什么三年大饥荒可以发生 这也太浪费了 特别是因为很多人在疫情期间 是因为政府的过错而挨饿 我记得我小时候 吃饭掉了米粒 我妈就会让我被 除喝日当午这首诗 不知道这几位浪费了这么多米粒 要背试多少次才行啊 为了听政府的话 这些清零员工们 真的是什么都能做出啊 我们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